独行侠队G3赛后众生向被曝光 东七七累到低头插腰 欧文婉具球迷索协 NBA季后赛西部半决赛 独行侠队在主场险胜雷霆队 大比分2比1领先 独行侠全队赛后走回更衣式的镜头被曝光 小哈达威率先出现在镜头前 他一路运球小跑 在主帅贾森基德以及他的教练组经过后 卢卡东七七随之露面 不过他在历经这场对抗激烈的肉搏战后 明显类的够呛 一路基本低头双手插腰大口喘气 虽然独行侠队系列赛连赢两场 但全队并没有明显兴奋的反应 毕竟还有两场胜利才能晋级西决 凭借仅次于东欧组合的出色表现 DJ华盛顿一路也获得球迷高分贝的呼唤 小德里克雄斯虽然步伐有些亮强 但仍上前与一些球迷机长 凯利欧文笑着走向自己的儿子 并与身旁的小球迷握手致意 有位成年球迷在此期间一直朝欧文大喊 能否将球鞋给他 抱着儿子的欧文婉拒后者的要求 他在前往更衣室前还给一位坐在轮椅的小球迷签名